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洗干净以后放在案板上 切成条 放点食盐 抓盐两分钟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两分钟以后倒入清水清洗一遍 洗出柚子皮里面的苦涩味 然后挤干水放 放入大碗中 再次放入清水清洗一下 锅中烧开水放入柚子皮烫一下 烫30秒后捞出来柚子皮凉水 然后挤干水放放入盘中 锅中放50克白糖 适量的清水熬至融化 白糖融化以后放入柚子皮 小火不停地翻炒 这是翻炒三分钟以后的状态 这是六分钟以后的状态 关火翻炒 炒出糖霜后 灌火出锅 装盘 美味的柚子糖就做好了 常吃可以装肺 止磕化糖 清香 韧气 香甜 吃剩下来的柚子皮不要扔哦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学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后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